來看台北的市町五座 台北超山有名館 因為過去都不太整理 也很像整個都打風氣 根據中央跟這個台北市府已經有共識 今天紀憲守護港廳的擋港電禮 台北市町今晚安定官員 作為主持守護港廳的擋港電禮 希望守護完成後市町五座 台北超山有名館 可以重現以前的風采 日治世紀為了迎接日本鳳太祖 修建的操作五座賓館 國民政府來台後後 也是靠近印象深刻的官邸 一直到1997年 因為房子沒辦法更大 算給人半袖 多長年只定做市町五座 因為比較沒精力 所以整個風氣 台北市其實是全國 所有文化資產最多的地方 維護的人力跟費用 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成本 所以這一次我們非常感謝中央 這能夠來全力的支持 文化可以讓一個城市偉大 草山育賓館的一個修復再利用工程 我想也是一個文化建設 一個文化展現的一個大部分 經過中央跟台北市政府協調 達成共識 由管理黨委國法會 委託台北市文化教 修學 草山育賓館 要集約3600萬 一定185年完工 育人當太子的時候 他來台灣 他來這裡 那台灣當時蓋這個房子 是準備給他住 1923年 剛好100年 這也是一個紀念 台北市政府是希望 國法會 未來客人 草山育賓館的英文 方向了後 可以讓五積 穿婚 外化 利用 並且跟草山四十位的文化 慈善 共同串聯 發揮 草山外化後的最大效應 記者綜合佈多